我们来看看COLAR演唱会举行了 最近有些成员也有少风波 譬如Marv被揭发与Nokka秘密拍拖 最近也终于承认了 而Day也全面割借说其实不是很熟悉的 以前Vincar也说拍完MV没跟他来往 Candy也被人质疑他的IG是买份 一连串这些是否可以叫做攻击 是哪些人发动的呢?又在演唱会前夕 我看讨论区当然提到很多不同的名字 也相当敏感我们不就这方面去猜测 我们来看看Marv跟Nokka拍拖 还有被一些深水清的网民发现端艺 在网上从中踢爆 他不认不认还税刑 但我们来看看Day在演唱会没什么说话 只是专心唱歌和跳些团舞团歌 就问到Naven那件事 他说心情是大受影响的 主要那个影响是怕担心影响到其他人 影响到演唱会影响到台前幕后 如果搞磨了就真的是 非常大的责任 也不会觉得自己 所以相当不开心 被问到 是不是因为被人揭发了 你才否认 你才承认一下 还有就是说 是不是揭发了才分手还是怎样 Day似乎 已经对答有数了 有人问他怎样回答 他的回复就是说 跟早前的经理人说法一样 是有认识的 但是没有继续在一起 是有认真了解过 不过现在是单身 我们只是朋友 好像背书那样背出来 似乎这些相当敏感的 都是要制定好了 可能天天在背的 你回答多一个字 回答一点意思 都可以无限解读 他承认是认识Naven 但是他说没有继续在一起 又是跟回Wing的说法 什么叫没有继续在一起 如果记者肯追问下去 那是不是有一起过 你这样回答 也说有认真了解过 但是他又没有承认有没有拍拖 不过他下面又否认是没有拍拖 但是现在是单身 我们是朋友 也就是说 怎样识认识 又有人介绍 不是 因为他认识对方是因为 到现场看《造星5》的 以及当时已经知道他女朋友轻生的事 然后 没有特别影响到什么 他这句 他不知道是想表达什么 他说没有特别影响到什么 他没有正面回应 其实刚刚这个 但是 明明又说经朋友介绍而认识 现在他的口供是 在《造星5》的时候 而认识他 就问 为什么没有发展 那些记者 直接 设定了问题 问又不行 至于为何没有发展 不是 他也没有承认有没有发展 他有 但是他那句 他说是没有继续一起 这句也很曖昧 就是一起的意思是什么 请证人解释 什么为之一起 一起 一起可以 广泛到可以是 同居都是在一起的 是不是 没办法 那些记者没有这样问 就是说 为什么没有发展 你这样问就开心了 因为我热爱工作 然后完了 另外问到Winca那边 Winca表示完全不关自己的事 老虎蟹都这么说 说跟Naven拍完的MV 是没有再联络 即是原则是否暗地里否认 并不是他介绍给Naven 谁介绍给Naven 似乎这里的 访问是没有回答 明明 Winca说 有人介绍 而认识 现在全部否认我没有介绍 我不认识他 拍完就没有联络 另外 Naven早几天在 深井 深井 深井海边 危坐 你怎么看 他说也有点担心 就是这样 没有再跟进 反而Mav跟Locker 拍拖 被揭发了 他承认有跟Locker拍拖 这个没什么不认 除非你分手就没有拍过 他承认 我是in a relationship 只是想低调平凡生活 所以没有特别公开 也说自己 拍拖一段时间 已经跟Locker 但被问到同居 又是 一无否认 就密认 问你是不是有同居 Locker Mav表示 不想特别回应 他说这些私人东西留给我自己 他大个女儿 大个女儿怕拖 只不过很奇怪 一连串 指向着 Color不同成员的攻击 是有点惹人尋味的 怎样发动出来的 很巧合 连环攻击 你不迟不来 早不来就演唱会才来 这些人永远很巧合 其实他说我都很少拍拖 男友这次有没有捧场 被问到 他说很巧妙回答 他说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拍到呢 哈哈哈 这些记者竟然拍不到Locker 对不对 另外还有 还有 真的多论顺 就是 Candy 之前被人 直指 又说 起了所有资料证据 当然 永远 好像似曾 这些认证 也是偏面 太过主观认为的 其实 你客观点看 可以是任何东西 所谓的证据 其实是可以任何东西 Candy 被人 质疑 网络 向他攻击 就是 买粉丝 就是说 最近那些post 只剩下几百个人赞 他明明有20几万粉丝 怎会有几百个人赞 那些是 僵尸粉 对不对 那些人这样攻击他 这里当然是被问到 你有没有买粉 Candy 否认 自己赚到钱 也要交学费 哪有钱买粉 这个有两重逻辑 可以不是你买的 可以是 其他人跟你买 其他人不关事 对不对 或者你身边的人帮你买 也不是他买 对不对 有点像 是不是你下定买 不是他 是不是你做 我早知道不是你做 是你下定买 就是这样的意思 反过来 你没有买 但是你身边的人 会不会跟你买 对不对 那就无谓追得那么多 可能记者 明白 再问 你有没有邀请 苏晴来看show 其实大家 明眼人 不用 问到 苏晴 怎会来呢 说真的 对不对 但是也问 你有没有发邀请给苏晴 当然有 我们有邀请他 不过 不知道对方 是否因为 日程未能到场 好听些 下台 大家 对不对 而且他没有来之余 我们也有传播 直播连结给他看 他可能 他就说 都帮苏晴说话 苏晴可能有在线看我们的演唱会 就是这样 挺巧合的 无端端 在一连串攻击 真是连环 集击 这些网络的攻击 挺厉害的 又 Dade 无端端爆料 就说Dade 和这份拍拖 似乎也是空有成竹 他们回得很隐悔 就算位数 亦都雕淡了 没有再追击 又 连起 最初那条时间线 就是最初 Math被揭发 和Nocker拍拖 引起一些网络花生 因为拍拖而已 没什么 地下情 Nocker是 还是事当真 不知道是前成员还是现在成员 曾经或者现在还是 然后 第二条线就是 烧到Dade那一桶 然后里面也是涉及到 Vincar 后来再紧随就是 Candy也被人骂了 就是说买粉 最没人骂是Gal 是有的 Gal通常 如果通用区就是人身攻击他 然后 Vincar 又说是北京人 有个说他 经常笑他是北京人 不经厉 反而心灵就没什么人被骂 又是人身攻击他 只是心灵 没有特别 意外的一些骂 反而最少骂是Gal 但是你没有人骂 其实也代表 甚至连骂他也没人骂他 即是连视野都没进入到别人的眼中 看看这件事 这件事 即管 看看之后 会不会再有不同的 这样的 攻势 就指向着其他成员一直进攻 这也是浪人尘味的 大家探索一下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今集来到这里 如果喜欢 就按订阅支持一下 阿弥陀佛